没想到白玉兰奖的热度还没退 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又如鱼而至 不过 比起颁奖 更爱看帅哥美女睁言斗艳 于是红毯时间一到 便蹲着饭碗在电脑前后着 自古红毯出CP 此次上海电影节也为我们带来不少同框堂 较早出来的是由陈正道指导的 剩下未来剧组 主演张子峰 吴磊齐齐亮相 当日 子峰妹妹身穿浅紫色拖地长裙 薄纱轻盈 露出一大块诱人锁骨 在长尾裙的摇曳修饰下 她简直美成了小精灵 一旁的吴磊 上次红毯戴了个假发 对吐槽假得太明显 这次发型很自然了 一身黑西装 完美修饰傲娇身材 胸肌 大长腿优势尽显 脖子处扎一俏皮黑色小蝴蝶结 与白色内搭相互映衬 值得注意的是 西装外翻处还有一具马画像 帅气逼人的同时又玩出小心机 除了造型别致 俩人台上台下的互动也格外有趣 在休息间后场时就注意到吴磊和张子峰一直在偷说悄悄话 一会他笑 一会他闹 不禁想问 这俩孩子到底乐啥捏 因为张子峰裙摆过大 又是知名高定 为房踩踏弄脏 贴心的吴磊一直悉心看护 从休息间提到拍照中心 即便到了红毯会场 他也是先给妹妹整理好裙摆 蝴蝶结在收拾面容神态笑对镜头 看到这一幕简直要磕风 只想求蕾锋多多饮业 事实上在电影《剩下未来》中 俩人也一直是互相扶持的状态 就像宣传照上写的那句话 想要写一首关于青春的歌 让你来当我的第一个听众 此外 时隔13年 军业CP的再度合作也同样让人尖叫连连 当晚刘夜 胡军随喉勇团队走上红毯 两人中间虽隔着一男一女 但刘夜隔空相望的眼神 还是杀死一众CP粉 23岁那年 刘夜要和胡军一起演戏 为了让两个大男人相爱 导演将他们关在一起一个月 并要求每天说我爱你 你爱我之类的情话 慢慢地他们渐渐入戏 也渐渐体会到超越性别的那份独特之恋 胡军甚至直言 拍完后很多东西都乱了 人心全都乱了 2001年2月11日杀青 这场荒唐之恋宣告结束 此后除了爸爸去哪儿 二人很少公开合体 像是在避讳些什么 如今已是为人父的他们将再次合作 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很期待哟 而时隔11年 山楂树之恋 男女主角也上演了梦幻联动 台上 老三逗肖穿着笔挺西装 戴着红色围巾大唱 荡气经典 台下 静秋周冬与稳作评委席静进鼓掌 昔日老搭档 一个呈85花巧楚当评委 一个和豪门谈恋爱成准家序 不经感慨 勿是人非是是休啊 前段时间 阴白玉兰盛典造型 被喷得关小童 这回总算学机灵了 身穿黑色抹胸大款蓬蓬裙 细长绣发被发家向上高高盘起 整体状态不错 可网友却觉得 小童妹子手臂上的坠肉稍多 甚至大呼你就这么执迷于穿抹胸吗 同样被喷得还有泥泥 上身穿衣肤色紧身亮片小背心 下身搭蓝绿色针织网格裙 现场好几十台摄像机一顿咔咔咔 鼎光灯还那么不友好 不细丑 咱还以为她光着膀子呢 腰也显得有点粗 估计此时女神内心OS是 别叨叨了 老娘走个红毯容易吗 女星草点多 男星也不少 当晚朱义龙鞋无限深度剧组亮相红毯 来了来了 小寸头 立壶茶 你的居老师 他不修蝙蝠的来了 上台讲话时 朱义龙面容看着有些憔悴 身子一直习惯性勾搂着 与一旁持笔挺站姿的黄志中 形成鲜明对比 哈哈 网友甚至忍不住要给他众筹买剃须刀 不过 可能最独特的还是斗镜瞳 穿着金色内衬 外穿白色镂空宽松半袖装 这休闲风 是吃完饭 出来溜达消食吗 有点随意了些 哎 有王妃难未了 当然 有几位姐姐的造型还是美的 曾黎一头波浪长发 岗位十足 眉红色晚礼服 将长腿优势陡然凸显 华桂珠宝配合雪白肌肤 贵妇感满满 一同亮相的樱桃造型挺别致 黑色条纹镂空晚礼服 搭配粉嫩肌肤 头发向上挽起低了气质 站在那里 宛若一道亮丽风景线 就是这礼服稍显肩宽 圆全的经典黑白裙 简约 却独具之姓美 女神终归是女神 牡当花们装点得不错 小勺药们也开得茂盛 荧光菊 抹胸裙 露额头 这些红毯上的死亡操作 放在张天爱身上 竟显得那么不堪一击 即便礼服颜色在挑肤色 她的生涂依旧抗打 漂亮的直角间勾勒出女神婉约 而又柔情的气质 不禁跺脚 这么美的老婆给我火遍全宇宙 除了演员争其斗艳 导演们也要出播风头 当晚 张艺谋协爱女张莫亮相红毯 这是两人首次合作指导狙击手 都说上阵父子兵 不知道妇女联手又会制造出什么花样 除了狙击手 老某子指导的肩如磐石 也来到上影节 与恩师二度合作的周冬瑜 显得很是激动 已是三斤影后的她 如今还当着上影节评委 这晚她走了三套红毯 可谓全场大忙人 谭吉和张艺谋合作心得 周冬瑜坦言 合作山楂树之恋 使感觉导演像柯树 高耸入云 合作金如磐石 使又感觉导演像石头 不可动摇 连主持人都忍不住调侃 不愧是评委 说出的话都有股评委的味道 不得不说 冬瑜妹子真低长大了 当晚周冬瑜身上的两套服装 也美到出圈 一套是薄荷绿外翻 收腰连衣裙 修饰腰身 有点小性感 另一套礼服 将比筋紧致 这身材真瘦削 身为制片人 陈宏与导演陈凯歌 一起坐在观影厅 欣赏嘉片 当日陈宏身穿Max Mara 长款套装礼服 惊艳亮相 耳坠大一宝蓝色珠宝 顿显高奢 虽然走红毯时和陈凯歌离得挺远 但俩人同穿一身黑情侣感满满 上影节是女星的斗艳场 也是电影人的视觉盛宴 CP同台也好 状况百出也罢 只要能带来好活好作品 神马都是浮云 你对哪位明星造型最感冒 花生瓜子以背棋 赶紧一吐为快